梦里我看不清她的样子 初婉婉照着印记将自己的手指 按在汤浅的脖子上稍稍用力 汤浅顿时毛骨悚然 吓得连忙缩起脖子 是这种感觉吗 对对就是这种感觉 你仔细想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梦的 呃 好像是在我旅游回来的那天晚上 你还记得那天发生了什么吗 我去参观了古建筑 那儿有个菜市口 据说是古时候斩首市中的地方 旁边还有卖鬼头刀的店铺 我好奇摸了一下那把刀 手还被划破了 得对了 梦里那个男人要看我的刀 跟我在店铺里看见的鬼头刀一模一样 鬼头刀 刽子手 看来遇上个硬查啊 什么硬查啊 婉婉 你别吓我啊 宁星听得他们的对话吓得也不敢睡了 大晚上的 你们聊得太吓人了 汤浅应该是被刽子手的活缠住了 这刽子手刀人无数 怨气太强 是个硬查 汤浅听得一脸茫然 婉婉 你怎么神神叨叨的 宁星连忙拉住汤浅 婉婉姐都这么说了 那你肯定是被脏东西缠住了 嗯 你们两个这一唱一喝的是想吓我吧 我才不吹你们这套呢 我又不是被吓大的 汤浅 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劝你 你还是相信婉婉姐吧 不然吃亏的是自己 哼 我才不信呢 不就是瘀青吗 又不疼又不痒的 过两天自己就好了 汤浅说完就爬到床上躺下了 唉 希望你过了今天晚上还能这样说吧 夜里宿舍漆黑一片 一道阴风吹过 汤浅隐隐觉得有些凉 微微睁开了眼皮 一个面容惨白的大汉赫然出现在眼前 汤浅被吓得正要爬起来 那大汉就伸手紧紧掐住了他的脖子 汤浅想要呼救 可声音卡在嗓子里怎么都出不来 最负张元生 最大恶极 看 斩力绝 汤浅不停地挣扎 可脖子上的那只手犹如铁骨将他死死按住 这一定是梦 醒了就没事了 汤浅这样安慰自己 可脖子上传来的疼痛告诉他 这不是梦 就在这时 一声清脆的铃声传来 那只掐着他脖子的手松开了 又是一阵铃声传来 大汉痛苦地嘶吼起来 生前是生前晚 既已死 何苦为难生人 晚晚 晚晚 救命了 汤浅连忙跑到楚婉婉身后紧紧抓着他 此刻 宿舍里的人都被吵醒了 宁星跑去开灯 可灯怎么都打不开 怎么回事 大半夜的 你们在干嘛 那刽子手忌惮楚婉婉手里的三清灵 便将目光对准了迷迷糊糊的关书雪 跟我走吧 那刽子手正要附身关书雪 一道符纸飞出将他击飞 关书雪被吓得不知所措 你 你是谁呀 他是飘 快过来 飘 这世界上怎么会有飘 关书雪话没说完 便看到那壮汉腹部晚大的动 直接被吓晕了过去 宁星还好 毕竟他是见过飘的 也知道楚婉婉的本事 婉婉 这就是缠着汤浅的那只飘吗 没错 一个刽子手 他 他为什么要当我啊 身为刽子手 人头未落地 自己便先嘎了 对他来说是耻辱 也成了他的执念 刽子手嘎后 亡魂便寄于鬼头刀中 那天你不小心把自己的血滴在了鬼头刀上 让他误以为你是他要杀的犯人 所以才一直缠着你 说完 楚婉婉便看向刽子手立声喝道 陈大 你仔细看看 他是最负张元双吗 刽子手全身一颤 眼神也逐渐清明起来 他仔细看了看汤浅 你 你不是罪负张元双 罪负张元双早已辅助 你可安心离开了 否则 别怪我不客气 刽子手闻言便冲楚婉婉做了个意 罪负记忆辅助 无该离去了 楚婉婉打开鬼门 刽子手丝毫没有犹豫地飘了进去 等鬼门关闭后 汤浅瞎得一屁股坐到地上 楚婉婉轻轻一挥手 宿舍里的灯就亮了 他给汤浅的脖子上涂上自己配置的药膏 汤浅顿时便感觉脖子暖洋洋的 那股阴冷的感觉也没了 现在相不相信婉婉姐了 信 我信了 你要早信婉婉姐也不用吃那么多苦头了 没办法 对有些事情只有自己经历了才相信 快起来吧 别坐地上了 对了 关书雪怎么样了 没事 只是吓晕了 睡一觉就好 没事就好 婉婉 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我是巷师 刚我救了你 按照规矩 你得给我一万块作为报酬 你们这种室外高人不是应该行侠仗义 是金钱如粪土的吗 室外高人也是需要吃饭的 一万块 多一分不要 少一分不行 汤浅连忙拿出自己的手机转账给出婉婉 那你要是碰上穷人拿不出一万块 难道救不救了吗 看情况 如果拿不出我就不会要 因为惊吓 汤浅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才勉强睡着 第二天早上 关书雪连忙低声道 婉婉 昨天晚上我们是不是撞飘 见关书雪脸都被吓得有些苍白 初婉婉便没有告诉她事情 你是做噩梦了吧 是吗 我昨天晚上看见有个特别恐怖的飘 她还想抓我 然后好像是你救了我 没事了 我带了早饭 来一起吃点吧 不 不用了 我等会儿自己去吃就好 那好吧 关书雪看了一眼那香喷喷的早餐咽了口痛 但一想到自己身上就只剩两百多 她就不敢吃了 从明天开始就要军训了 打零工很显然不太现实 身上的钱至少得撑到军训结束 所以她一天只能吃一顿饭 八点多的时候 汤浅和宁星也睡醒了 汤浅揉了揉发痛的太阳雪 一想起昨晚的事还是不免会害怕 婉婉 你昨晚 汤浅话刚说到一半 手机就响了 是初婉婉给她发的消息 关书雪被吓坏了 别说昨晚的事了 同一时间 宁星也收到了消息 我给你们带了早饭 快起来吃吧 婉婉 你真好 书雪 你吃了吗 关书雪躲开宁星的眼神有些不自然的说道 我等一下自己出去吃 你们吃吧 书雪 婉婉买的太多了 我们吃不完 我 我真不吃 我要出去了 再见 说完 关书雪就快速地走了出去 书雪她今天该不会还要去发传单吧 她爸妈怎么没给她生活费呢 才开学第一天就让她做兼职 我们要不想个办法帮帮她吧 至少让她能吃饱饭啊 婉婉特意买了四人份的早饭 不就是想帮她吗 可她自己不接受 我们还能有什么办法 门外 刚准备回来拿学生卡的 关书雪听到里面的对话 不禁钻起了拳头 原来我昨天发传单时 就被他们看见了 他们既然都看见我了 也不跟我打招呼 是瞧不起我吗 哼 既然瞧不起我 还假惺惺的给我带吃的 是在施舍我吗 关书雪咬牙忍着眼泪 转身离开的宿舍 屋里的三人并不知道 关书雪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关书雪自尊心太强 就算要帮也别太明显 不然会适得其反的 对了 婉婉 我记得昨晚你说你会看相 那你能不能帮我看看 我什么时候能找到男朋友啊 真想知道 当然是真的 别看我平时打扮成这样 我可一次正经恋爱没谈过呢 无论 。。 ock